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节目当中的养殖户小高就是这样一位小伙子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他是如何成功地养殖康大二号肉吐配套戏的 这个小伙子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 这不是小高吗 大学毕业后自主创业 靠养殖肉兔走上了发家致富的道路 您看他又是算账 又是查资料 又是打电话 这一顿忙活 看来他这康大一号肉吐配套戏养得还真不赖 不对 怎么听着他这话里这兔子养得不怎么好啊 之前养了康大一号呢 这感觉还是挺不错的 然后效益呢 还是比较可观的 但是在南方销售量的话并不是很大 从南方调查来看的话 南方呢比较适合于口味的去向于野兔的 然后模特比较深的 试着就是从南方一些品种调过来之后自己养 但是效果并不是很低小 就是有没有一个品种既能适合南北方养殖 又能符合南方的口味 这一次养了一次选择 既然巧高又面临一次品种选择的问题 那咱们也别闲着了 一块帮他找找吧 既要对环境的适应能力高于地方品种 还要适应南方市场的需求 有这样的肉吐品种吗 您还真别说 正好有这么一个肉吐配套戏 刚刚通过国家畜勤遗传资源委员会的审定 而且啊离着小高还不远 他就是小高之前银种养殖 康大一号肉吐配套戏的企业 培育出的康大二号肉吐配套戏 康大二号肉吐配套戏 它和康大一号肉吐配套戏相比 有什么区别呢 康大二号配套戏啊 因为它的毛色是黑色 它区别于一号三号的这个白色 另外呢 它通过多年的悬育啊 就改变了当初的育中素材 存在的肠道抗病力畅 对饲料发生敏感的一些不足的技术 现在建立了很好的这种抗疾性的 还有抗病力这种特性 康大二号肉吐配套戏 于2011年10月份 通过了国家处勤遗传资源委员会的审定 并获得了新品种证书 接下来就让我们和小高一起去看看 这康大二号肉吐配套戏 长什么样吧 康大二号肉吐配套戏的父母带公图 背毛纯黑色 头大额宽 耳朵宽大 直立 眼球黑色 体型呈圆筒状 背腰平直 四肢粗壮 脚毛丰厚 腿部和臀部 肌肉丰满 它的父母带母兔和康大一号肉吐配套戏的父母带母兔一样 背毛为八段黑毛色 也就是两耳 鼻部 四肢和尾端 呈黑灰色 其余部位为纯白色 康大二号肉吐配套戏的商品带肉吐背毛为黑色或深灰色 短小细密 而且富有光泽 毛皮颜色在华南地区很受欢迎 它们体型云称 眼大有神 而行宽大直立 经过山东省中处秦质量监测站测定 康大二号肉吐配套戏的父母带兔 20到22周新成熟 26到28周龄开始配种繁殖 父母带母兔 平均胎产子数 10.3只 产活子数 9.76只 发行期 受胎率 80%以上 子兔断奶的成活率 在92%到95%之间 商品带 养之十周出篮 平均出篮体重 2430.9克 标准比为2.95 全静堂屠载率为 53.76% 经过多试点推广证明 康大二号肉吐配套戏的生产性能稳定 生产表现优良 有利于满足我国多种养殖条件 和多元化市场的需求 适合在我国全国范围内来推广养殖 尤其适合一些条件比较粗放的 中等规模的养殖场 这一点呢 与小高的设想是一样的 可是这二号肉吐配套戏 该从哪个阶段来养起呢 如果是这个规模比较大的 羊土企业呢 可以直接引进我们的配套戏的这个足袋 回去之后呢 建立起自己的足袋 到服务袋 到商品带的这个防御体系 如果是比较小的这种羊土企业呢 就可以从附近的康大配套戏的这个足袋场 引进服务袋 再繁殖这个商品带用出售 哦 原来是这样 咱们不算大规模的养殖场 所以也别引进阻袋了 还是和一号肉吐一样 从父母带兔养起吧 利用父母带兔繁殖商品带兔 来达到制服的目的 了解了养殖户引种的模式 那我们具体应该引进多大的兔子呢 父母带兔一般在16到17周进行挑选 这个时候的兔子已经有了求偶表现 但是还没有完全的性成熟 养殖户引种后再饲养一段时间就可以进行配种繁殖 在对父母带兔进行挑选的时候 需要注意哪些方面呢 我们这个父母带兔子 他这个体型 需要首先要体型大 然后健康 然后头部比较宽 腿部比较发达 外观整个身体 成圆筒状 他这个腿比较健壮 父母带公主要 性欲比较旺盛 搞完他这个生殖器 发育要良好 那父母带母兔是要看哪些方面呢 父母带母兔看上去毛色唇亮 体格匀称 眼睛有神 有效乳头四个以上 并且发育良好 排列整齐 挑好了父母带兔 咱们去检查检查 小高给兔子们准备的宿舍合格不 这几座排列整齐的兔舍 就是小高家的肉兔养殖场 小高说 自己的兔肠在建造上 可以用四个字来概括 就是以兔为本 因为肉兔喜欢干燥的环境 所以在给兔肠选址的时候 要尽量选择气候干燥 地势高 北风向阳的地方 肉兔对疾病的抵抗能力比较低 所以给兔肠选址的第二个条件 就是隔离条件要好 具体的讲 就是在距离兔场1.5公里以内 不能有其他的畜牧场和污染源 而且肉兔生性胆小 所以他们居住的地方 还要远离铁路交通要道 城镇 居民区 医院 学校 等喧闹稀让的地方 肉兔喜欢凉爽的气候 在高温的季节 如果养殖环境的条件比较恶劣 兔子会不思饮食 甚至会出现群体中暑的情况 所以兔舍里要有良好的排风措施 保证兔舍内的空气流通良好 兔舍内的温度和空气相对湿度 不能过高或过低 应该四季保持恒定 温度控制在10摄氏度到25摄氏度之间 空气相对湿度一般不应低于55% 不高于70% 兔舍内的地面最好采用水泥地 便予养殖人员清理和打扫 这一排排兔龙 就是康大二号肉兔配套系的生活空间了 兔龙有钢丝制成 因为兔有镊齿行为 喜欢肯坚硬的东西 所以由钢丝制成的兔龙 就比较结实耐用 兔龙长90厘米 宽80厘米 高55厘米 每个兔龙都配有石槽和饮水器 兔龙的下方只有挡粪板 方便养殖人员清扫兔粪 父母带母兔的兔龙配有蝉子香 蝉子香长45到50厘米 宽15到18厘米 高25到30厘米 产香上还有一个能来回滑动的门板 母兔生产前 养殖人员把产香的门打开 母兔就会自动钻到产香内生产了 养殖这件事啊 可没有想象的那么容易 正当小高的心里充满了希望的时候 引回来的二号肉兔配套系的父母带兔 却跟小高闹起了脾气 原来啊 这父母带兔是用来繁殖商品带肉兔的 可还没开始产子 他们却先生起了病 引过来康达二号之后呢 那个饲料呢 是跟康达一号是一样的 有些同一的味道 都是一样的饲料 然后味道五六天之后呢 出现有拉软粉的 腹瀉的 然后实在没办法了 之后我立即去看那个康达培套系 摄像手册 就发现了这个康达二号呢 有些兔子 就是说兔纤维相对于康达一号人 比较多一点 精资料呢 比较少一点 原来康达二号肉兔 对饲料中粗饲料的含量要求更高 小高可是犯了经验主义的错误 咱们快来和他一起学习一下 这一阶段的兔子 需要如何思维管理吧 先来看看 父母带公兔 根据这个时期 父母带公兔的生理特点 必须置顶合理的饲料配方 而且与康达一号肉图配套系相比 二号图更乃粗饲 那么就需要调整饲料中粗饲料的含量 比如草粉 米糠 苹果渣 苹果渣的含量 降低饲料中金饲料的含量 比如玉米 豆泊的含量 这一时期饲料的配比为 玉米18% 草粉35% 豆泊15% 芙皮15% 米汤10% 苹果渣5% 微量元素2% 四味量为每天每只160克左右 分早晚两次死味 调整完了饲料配方 三四天之后 兔子的拉软粪拉稀的情况 就得到了很大的改善 哎 小高 照搬照套可不行 还得研究所养品种的 习性和特点呢 拧回来的父母带兔 饲养四到五周以后 就进入到了配种期 配种期的精心饲养管理 是提高父母带公兔 生产力的关键 这个时期的父母带公兔 要保证七到八成标 在公兔配种前的 十到十五天 要适当增加 粗蛋白的死味量 用来保证 精子的活力 达到良好的配种效果 这个时期 颗粒饲料的死味量 要有所增加 每天每只父母带公兔 死味180到200克颗粒饲料 同样分早晚两次死味 父母带公兔的饲养管理 咱们了解了 您看 这一排兔笼里 养殖的是父母带母兔 下面咱们看看 父母带母兔 应该如何饲养管理 更换饲料配方 可不能光换父母带公兔的 这父母带母兔的饲料配方 也得跟着一块更改 刚引回来的父母带母兔 处于后背期 在养殖的过程中 我们要为这批兔子的配种 做好准备 这段时期 颗粒饲料的配方 玉米20% 草粉36% 豆粕15% 麾皮16% 米糠10% 微量元素3% 每天每只母兔的死味量 控制在150克左右 分早晚两次死味 这样死味一个月左右 到母兔配种的前十天 要增加头微量 死味量由原来的 每只每天150克 增加到每只每天200克左右 这个时期足够的伙食量 不仅能够促进父母带母兔排卵 还能提高他们的 受胎率 在小高的健康培育下 二号肉兔配套系的父母带兔 逐渐步入了性成熟期 一般20到22周龄性成熟 在26到28周龄 就可以开始配种繁殖了 这又让他有点忐忑不安了 不仅要确保受胎率 还得保证商品带子兔的成活率 配种繁殖 可是一件决定成败的大事 康达二号肉兔 主要采取人工受精的配种方法 人工受精第一 就是它可以提高受胎率 第二呢 就是能节约饭养成本 第三呢 就是说 这个人工受精呢 可以最大限度的利用优良种工作 也可能也可以克服这个地域限制 一般一只公兔的精液能够满足30只母兔的配种需要 人工受精时 先把发情的父母带母兔作为台兔 放进父母带公兔的兔笼 引导公兔爬跨 在公兔即将射精时 技术人员顺势将采金工具 放在母兔的后腿中间 这样公兔射精时 精液就被收集到了采金工具中 采金后 技术人员首先要对精液进行外观检查 正常公兔的精液撑入白色 接下来还要进行显微镜精子检测 测定精子的密度和活力 然后使用稀释液对精液进行稀释 稀释的倍数大概在30到35倍 稀释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扩大精液量 增加输精母兔支数 同时也是为了延长精子存活时间 为了避免影响配种效果 采出的精液稀释后 应在一到二小时内输入母兔体内 抽出输精器时 应慢慢地边转动边抽出 以防精液溢出 影响母兔的手精效果 在配种后10天左右 要对母兔进行妊娠检查 妊娠检查时需要怎么做呢 检查的方法主要就是比较传统的摸摊 就是两手成刀八字形 在肚子的腹部 从前往后轻轻地融练 如果感觉有发生米粒大的肉球 就说明是蔬菜 如果没有的话就是没有蔬菜 它就要进行三次人物受精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父母带母兔认身期的饲养管理 母兔怀孕期很短 仅有一个月 一般情况下 一只母兔每年可产6到7我 在认身期应给母兔的饲料中增加蛋白质 维生素以及矿物质的含量 尤其是在认身后期 母兔获得的营养越充足 秘乳能力就越高 这样子兔的生长发育就越好 在母兔的认身期 颗粒饲料的配比为 玉米18% 草粉31% 豆粕16% 腹皮20% 苹果渣5% 鱼粉5% 微量元素5% 每天每只认身母兔 四味颗粒饲料200克 早晚各四味一次 配种30天后 母兔就要生产了 饲养人员在母兔分娩的前三天 要做好接产准备 需要在产子箱里 铺一层柔软的木漆 一般情况下 当母兔开始拉毛 就证明它快要生产了 养殖人员把产项的小门拉开 母兔就会自动钻到 产项中生产 母兔认身后期和生产时 要保证吐射 以及周围环境的安静 即便是管理人员 也不要做过多的管护 以免惊扰母兔生产 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从母兔分娩 到给子兔断奶这一时期 成为母兔的哺乳期 一般每30到35天 在哺乳期 母兔要分泌足量的乳汁 攻击子兔的生长需要 所以要提高母兔的 饲料质量水平 增加哺乳母兔的 刺猬量 对于哺乳期的母兔 在刺猬上采取让它们 自由采食的原则 但每天刺猬量 最多不能超过 每至400克 此时颗粒饲料的配比为 玉米18% 草粉30% 豆粿20% 腹皮20% 苹果渣7% 微量元素5% 刚刚出生的 康大二号肉兔配套系的 商品带兔虽然还没有长毛 但是已经可以和一号兔的 商品带兔区别出来了 二号肉兔配套系的 商品带刚出生时 全身都是黑色的 长大之后全身背毛 为黑色或者是深灰色 小高会怎样 饲养它们健康的成长呢 您看 这些子兔还没有睁开眼 所以这一阶段的子兔 我们称它们为 睡眠期子兔 子兔的睡眠期 一般从出生 持续到出生后 10到12天 在这段时期 需要养殖人员 做哪些管护工作呢 这个阶段的子兔 双眼紧闭 低温调节能力差 消化系统也发育不完全 营养丰富的母乳 是增强子兔消化机能 和抗病能力的有力保证 在这一时期 养殖人员要做到定时喂奶 每天喂奶两次 一般喂奶时间 在早上8点和晚上5点 在子兔出生后3天 要对它们进行淘汰 与选流的工作 把有生长缺陷 体质弱小的子兔淘汰掉 留下生命力强 生长发育良好的子兔 到了子兔出生的12天以后 它们就开始睁开双眼了 这一时期也被称为 子兔的开眼期 这一阶段的子兔的 生长发育很快 采食量也日益增加 母乳已经逐渐满足不了 子兔的生长需要了 所以子兔一般在 出生15到19天以后 开始寻找食物 它们从产下里爬出来 观察外面的世界 由于这个时期的子兔 和兔妈妈生活在一起 刚刚学会吃食的子兔 除了喝兔妈妈的奶水之外 也开始学习 采食资料了 和康达一号肉兔配套系的 商品带兔一样 二号肉兔配套系的 商品带兔也在35日零左右 进行断奶 采用一次性断奶法 直接把母兔从兔笼中拿出 不再放回 在断奶工作进行的同时 也可以按照它们的身体强弱 进行分群工作 每个兔笼内 放三到四只商品带兔 分群工作一结束 也就标志着商品带兔 进入到了育成期 养殖工作进行得如此顺利 还有一个多运 这批商品带兔就可以出栏了 育成兔的资料配方调整为 玉米23% 草粉32% 豆粿18% 腹皮18% 苹果渣6% 微量元素3% 钢分群的一周内 每只育成兔 每天四位颗粒饲料 180克左右 一周以后 随着兔子身体的增长 增加饲料的投喂量 每三天增加10克 也就是42到54天 四位量增加到 每天每只兔 四位220克左右 55天到70天出栏时 每天每只兔 四位260克左右 同样分成早晚两次投喂 一份耕耘 一份收获呀 70天左右 康达二号肉兔配套器的 商品带兔 就达到了上市规格 这些商品带肉兔 70天左右 平均体重就达到了 2.4到2.5千克 对于这批尝试养殖的 康达二号肉兔配套器 小高还有一点心得 给咱们广大的养殖户 说说呢 从我养这批 那个康达二号 然后跟着康达二号 平均确实有 不同的地方 从抗击性 和对环境的适应性 方面来看的话 比那个康达二号 是会强一点 然后这一次呢 就是实验的话 养了一批 以后的话 打算多养一点 小高的辛苦没有白费 成功养殖给他带来的 不仅是养殖经典的积累 和科学知识的深化 也使他的工作管理能力 大幅度的提升 这些是比金钱 更加宝贵的财富 我们也衷心的希望 他的肉兔养殖场 能够越办越好 也希望和小高一样 有创业梦想的年轻人 通过正确的选择和努力 都能够走向自己的致富之路 好了 本期节目就是这些内容 如果你想查询 栏目更多的内容 或者信息 请您关注我们的官方网站 农事网 以及农事网的官方微博和微信 感谢收看 再会